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李文刚 目前是重庆市书法家协会顾问 在中国书法家协会里面担任开出委员和委员 在父亲的影响下就接住书法了 接着那个可能只有五六岁的样子 父亲就叫我们两个姐姐鞋子 我也在新鞋也去那些比那鞋 这些父亲发现说 好像我还比他们两个姐姐写得好 其实父亲他实际上鼓励着那一句话 这个我却当真了 我觉得我硬是比两个姐姐写得好 所以从此我对写字很感兴趣 每当父亲在写 我都在他旁边留着写 98年过后 自己把学校的工作吃了 进入到专业的创作和学校当中来了 开始那个时候98年我都是42岁了 快要你身心得住这个事情了 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自己还落在其中 比如写诗我看到一件什么事 或者看到一个什么物体 都会产生灵感 书法没有这个 书法只有在学习古人的时候 或者在看一个展览的时候 有一两件作品 自己很激动 觉得那个东西好 那个东西好 实际上那个东西是技术打动了我们 只是有了灵感 我回去要写一下 书法的创作和书法要形成自己 在医术语言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问题是 书家是不断地在学习古人过后 当我掌握了古人的技术过后 然后自己的东西完全被 古人的技术掩埋 甚至被古人的技术把自己挤出去 他需要我们去 去非我破坑去 去燃烧自己 然后从中裂盘出来 他是另一种状态 把古人倾进来 把自己逼出去 当我们把古人全部倾进来的时候 我的手下一出手都是古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 心理自我都开始展现 第一组是唐代燕正清明的风格 我们说的叫燕体 第二组是唐代初水量的风格 我们说叫初体 第三组它有点名贵 它的书法有点 它是属于 不是人家掩护的那种表达手段 要注意我 我好可惜 好可惜 你 能够